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2022年堪薩斯大學前華裔教授陶峰 因為涉嫌隱瞞和中國的關係被定罪 施隔兩年,一間聯邦尚蘇法院 日前推翻了這件案最後一項定罪 7月11日,撤在丹佛聯邦第10巡迴上訴法院 以2比1的表決結果做出最新裁決 應定檢方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 不足以支持對陶峰的定罪 另外,對陶峰案最後一項有罪判決的否定 此前已有三項定罪被推翻 陶峰的律師皮德·扎登伯格指出 在該案中,檢方根據錯誤的觀念 提起政府尋求的訴訟 但就拿不出陶峰參與間諜活動的證據 另一個案件重創了陶峰的家庭 還都知道他被學校解僱 上訴法院做出裁決後 陶峰告訴媒體 今天第10巡迴上訴法院 將加強在我身上的最後一個罪狀去除了 這4年多來 對這10個毫無根據的罪狀的抗爭 是一場令人難以想像的鬥爭 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台 以打擊商業秘密到切和經濟間諜活動為名 迫害華裔學者 之後有20多名華裔學者遭到聯邦司法部起訴 特朗普下台後 該計劃在2022年2月被終止 陶峰起初被指控犯有10項重罪 後來陪審團裁定只有其中4項罪名成立 但審理該案的聯邦法官認為 其中3項定罪有嚴重的司法瑕疵 很快就將這3項定罪推翻 最後只剩下1項定罪 檢放起訴書稱陶峰對坎薩斯大學 及2個政府機構隱瞞了他與中國福州大學的關係 而這2個政府機構為陶峰的研究項目提供了指助 檢方認為陶峰隱瞞的信息 對政府機構的撥款決定是有影響的 對此聯邦第10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南希莫里茲代表客官小組 對最新裁決做出說明 證陶峰的陳述並不能影響撥款決策 因為這2個撥款機構在決策時 並未考慮陶峰的情況 莫里茲認為檢方未能證明 陶峰的陳述有任何實質意義 7月12日最新出路的民調結果顯示 大多數美國人希望降低當前的移民水平 這是近20年來的第一次 民調機構愛樂普當日發布的報告稱 現在有55%的美國聖年人希望減少移民 這是2001年以來的最高比例 當時有58%的人希望減少移民 而歷史最高紀錄是1993年和1995年 創下的65% 一年前只有41%的人希望減少移民 在第二次6月3至23日所做的調查中 希望增加移民的美國人的佔比下降到16% 希望將移民保持在當前水平的美國人的佔比 35%的人希望保持現狀 18%的人希望增加移民 1990年代初期退到中期 當加州努力應對大批湧入的移民時 大大數美國人曾贊成減少移民 2001年9月1日事件發生後 美國一度出現反移民高峰 過去4年美國人對移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虛擬年底未默邊境每月非法越境人數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 以及邊境移民潮雖然得到結制 但非法越境人數仍高於新冠疫情前的大多數時刻 儘管不同的群體對移民的看法國異 但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 都比一年前更有可能支持減少移民 俄羅普的報告顯示 支持減少移民的共和黨人增加15% 達到佔比88% 獨立人士佔比達到50% 增加11個百分點 民主黨人亦增加10% 佔比達到28% 哥羅普指出 共和黨人和無黨派人士比較傾向支持減少移民 民主黨人就比較傾向保持現有的移民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移民對美國有好處 但占比游所下降從2022年17%的高峰 降到去目前的64% 另外有70%美國聖年人贊成 被部分無證移民提供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途徑 同時多達81%的美國人支持 比二同時期非法來美者合法身份 如何對待移民是2024年大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哥羅普的報告指出 大約四分之一的選民說他們只會投票給 在這個問題上和自己立場一致的候選人 7月11日夜間 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 傑伐利斯和總統拜登進行一對一的會談 討論了拜登繼續競選連任的可能性 這次的會談是在白宮進行 當時拜登剛剛結束不約峰會之後的記者會 7月12日上午 傑伐利斯就這次的會談 諮詢眾議院民主黨議員 稱這次的私人會伍是應他的請求安排 不過他在信中並沒有透露會談的細節 傑伐利斯寫說 在我和拜登總統的對話中 我直接表達了黨團最近和我們分享的 關於前進道路的全面見解、政治觀點和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 傑伐利斯曾表示支持拜登競選 但在這封信中 他沒有表示對拜登的任何支持 傑伐利斯的職責是帶領民主黨人 奪回眾議院的多數職位 過去兩個星期 傑伐利斯一直和民主黨議員單獨對話 他們私底下都對拜登6月27日辯論的糟糕表現 和身體狀況深感擔憂 希望傑伐利斯和眾議院前議長男喜普洛西 勸告拜登退出總統競選 荷里活影星 喬治·克魯利日前發表文章 呼籲拜登總統退選後 已經有部分的荷里活明星表示支持 政治專家指出 失去這些名人的支持 可能會對拜登的競選活動造成沉重打擊 克魯利發表文章幾日前 當夏里遇見沙里的導演 萊納就在社交媒體上寫說 現在是停止胡鬧的時候 如果罪犯特朗普我聲 我們就會失去民主 他還說 雖然拜登以榮耀、正直和尊嚴為國家效力 但現在是他退選的時候 克魯利7月10日發表文章後 萊納對他表達了支持 他說民主黨需要一個比較年輕的候選人 來參加大選 拜登必須讓位 曾出現華爾街的荷里活 認識曼克爾·杜格拉斯 今年早點的時候 為拜登舉辦過一場的籌款活動 但他在克魯利發表文章後 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克魯利的文章很有道理 他說 發推選對拜登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我非常崇拜拜登 他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了50年 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 但這次的選舉剛剛好是至關重要的一次 克魯利活明星公開賦予拜登退選 除了為他造成巨大輿論壓力 還會對他的競選籌謀資金造成很大的打擊 專家自出 克魯利作為明星不僅擁有影響力 而且還擁有賽力 這就是他的專欄文章引起空洞的原因之一 克魯利正是有利用籌款能力推動黨內的謀的變革 普渡大學歷史學教授布朗內爾稱 歷史上有一些名人會動員起來反對某個候選人 也可能會動員人們對某個問題採取行動 但從未有過名人要求現任總統退出連任競選的情況 7月12日據《紐約時報》報導 民主黨的一列金主告訴支持 總統拜登的最大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未來前進行 如果拜登繼續競選 大約9,000萬美元已經承諾的捐款將立即被割接 據兩名支持人士透露 被凍結的捐款包括多不百位數的承諾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各自如此巨額資金的決定 是拜登6月27日造高辯論表現所產生的最直接影響之一 未來前進的一位顧問說 該組織希望一旦有關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不確定問題得到解決 暫停捐款者就會再次慷慨解囊 在金主凍結冤款之際 國會要求拜登放棄競選的民主黨人持續增多 拜登身邊的一些顧問正在討論如何說服他退出競選 他的競選團隊亦開始在民調中測試副總統何錦麗 對戰特朗普時的勝算 據報導 一個與未來前進有密切關係的組織洩漏的民調結果顯示 該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測試了潛在的 拜登替代人選的實力 其中包括賀錦麗、加州州長劉森、密歇根州長 韋特麥和聯邦銀書部長布提吉格 民調結果顯示 拜登的總體支持率已經低於所有其他候選人 7月11日晚上 拜登在一場記者會上直言不諱地說 我相信我是最有資格執政的人 我認為我是最有資格獲勝的人 在2024年大選的早期階段 拜登競選團隊就指定未來前進作為其主要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該組織已經宣布 預定在下個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 開始投放2.5億美元的電視和蘇紙廣告 兩名支持人士披露 該組織的官員曾告訴捐贈者 他們希望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他的非營利機構 為拜登競選籌募到至少7億美元至今 目前已經籌集到4.3億美元 聯邦最高法院對總統豁免權問題做出裁決後 特朗普正式要求紐約州法院的法官撤銷封口費 案陪審團對他的刑事定罪 領由是他受到不公平和非法的對待 特朗普的律師宣稱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不堪奪地提供了 受總統豁免權保護的證據 因此他們要求紐約州法官莫堪 退發封口費案陪審團的有罪判決 並駁回曼哈頓檢方去年的起訴書 特朗普的律師托德布蘭奇和艾米爾博夫寫說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錯了 大錯特錯 儘管如此 法官現在有權解決這些不公正的問題 根據最高法院的裁決 法院有義務地這樣做 5月30日 紐約封口費案陪審團裁定特朗普 偽造商業紀錄的34項重罪罪名全部成立 因為他這樣做是為非法影響2016年的總統選舉 在那一年臨近投票日之際 特朗普指示他的當時私人律師科 因為色情形勢 試脫密丹尼爾斯秘密致付13萬美元 並簽署保密協議 叫他不要透露特朗普和他的婚愛情 貨人自偷腰包 避了這筆錢 結果被指控違反聯邦選舉財務法 認罪之後被判刑 坐了幾年牢 特朗普為他還錢時 訪清那個是法律費用 並且偽造了發票 按照紐約州法律 偽造商業紀錄屬於重罪 但於是曼赫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展開調查 掌握充分證據後提出起訴 更日聯邦最高法院對總統豁免權問題組織裁決 為特朗普試圖推翻封口庫案判決提供藉口 最高法院的裁決 阻止檢方將受保護的官方行為作證據 即使被控罪涉嫌非和非官方行為 特朗普宣稱 檢方在起訴和停審中 都不恰當地使用了這些官方行為作證據 因此陪審團的判決必須撤銷 起訴書必須被撤回 7月12日 連鎖超市STOP&SHOP宣布 它將在今年年底前 關閉美國東北部32間業績不届的門店 這間由荷蘭超市公司Ahoud Delhais擁有的連鎖店 稱它將關閉新澤西州的10間門店 Massassus州的8間門店 紐約州的7間門店 康華特格州的5間門店 以及羅德道的2間門店 受影響的員工將在公司內部獲得其他工作機會 不過它拒絕透露門店關閉後 將會影響多少員工 STOP&SHOP總裁李德當日發表聲明說 該公司決定關閉部分門店 目的在於為我們品牌的未來增長 創造一個健康的基礎 今年5月A-Hol Delhais就宣布 作為重申品牌計劃的一部分 它計劃關閉一些STOP&SHOP門店 該公司希望通過新建的門店 改造現有門店 增加自有品牌產品的數量 並且降低價格吸引更多消費者 STOP&SHOP在1914年在Massachusetts州 薩默維爾建立 它在全美經營駐大約400家門店 擁有6萬名員工 據業內人士透露 STOP&SHOP的很多問題都是它自己造成的 例如它減關閉了一些門店的鮮肉和海鮮專� 導致股客在這些門店的消費金額減少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 Guard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期待發動了 期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